这个季节不要给身体提供任何寒湿的可能 观察自己有没有湿气很简单 早晨起来看镜子 看舌胎 舌胎一旦出现白胎逆胎后胎 你第一件事决定少吃点肉 推荐大家常备的几个药啊 常备几个药 一定要先去湿 大家记住 我首推一个药叫五指毛桃 你们回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买上啊 你看我又要带货了吧 说到今天你背货了吗 我时间跟他没沟通 我们北方人不懂这个药 一个是五指毛桃 大家背上 五指毛桃特点是芳香化石 明白吧 什么叫芳香 芳香就是永远在唤醒你的嗅觉 唤醒你的魄 让你的肺就不给敌人祸害的空间和时间和时机 第二个药叫土芙苓 只要这两位药经常出现在你们的餐桌上跟你们吃那些肉啊鸡啊鸭啊包在一起 我告诉你 那个湿气在你体内就存不了 他让这个湿气从小便就出去了 肺开窍于鼻 口和而知五味 所以我们一定要照顾好我们这两个脏 一个叫守太阴肺 一个叫足太阴痞 把这两个脏照顾好了 你就有足够的健康的环境去应对那些想在寒湿的地方扎根的病毒 口和提供地图 我们再来试试 好 好